開機,不是拍攝食物,是拍攝我的 今天我們又在這裡拍攝 今天最主要是行山而已,去大金鐘 我也告訴大家可以由行安村或要安村出發 而我們今天就是由要安村出發 吃完早餐,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由行安…不不不… 要安村的巴士總站,這個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在日子內的頭褲 要安村的巴士總站,這樣走過去 這次最主要就是上到那個岸坪 就開始拍給大家看,怎樣往這個大金鐘的方向 還有上到那些路是否願意走啊 舒不舒服啊等等的東西 最主要是趕這些給大家聽而已 很曬啊,你看到那個陽光很好啊 拍照就漂亮了 剛才我們那個位置是要安村 那這裡就會經行安的,馬路 行安那個下面行山樓的位置 就會再通往馬洛沙泉的方向 大約走,走路上馬洛沙泉的方向 走過大約一個小時吧,例如 慢慢走的話就一個小時三五分鐘左右吧 看到我這個口罩有點特別 臉的右手邊位置 畫左下角這裡,畫了一些東西 不要畫到口裡啦 呼吸位不應該找marker筆那些 有毒的嘛,吸得多都沒有 那我畫旁邊,還有畫完之後 放它一晚,第二天才用啦 那這裡就是落樓梯的位置 樓梯之後就是轉左 是不是幾年前呢 這裡是不是改正十幾年呢 這個行安村呢 我小時候是讀書的嘛 所以對這裡特別有感覺 那時候沒有弄這麼漂亮的 後來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呢 有欣安村那些東西弄得很漂亮的 所以我說我那時候讀書時期 大家就知道是很多年前的啦 沒有太陽的時候真的輸了很多 然後一有太陽呢 很曬,很熱 你看,有些這樣的雕塑都挺特別的 鐵柱磨性針 本身這麼尖不知磨了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守株待吐 這麼帥的嗎 突然覺得行安村那麼有文化氣息 為什麼 這個位呢 過去這個隧道位 過去對面 其實現在香港始終 因為還未可以去周列國 那些人 香港人很喜歡旅行的嘛 變成沒得去呢 就會在香港去行山的 所以星期六一定多 周圍都多 如果有車位一定會大問題 那裡是...條路是幾窄的 那些車都... 不容易走過去 那就會有點危險 自己省省一點啦 最好沒有開車 那跟平一例就安全了 哦,原來這條叫馬安山路 這裡呢 就有個分岔位的 那這條上斜的呢 微微上斜的路呢 才是真真正正我們 去馬安山村那個位的 這條叫馬安山村路 好,我們沿著馬安山村路 去到馬安山村後 這裡呢 見到有兩條路 前面其實呢 是有攔車那些桿爛著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是 沿著馬路那些位呢 去行的 要少許斜樑 這裡為什麼一個小時呢 就是因為它好像大S型 這樣上去的 走一下呢 其實呢,你會看到 這個叫馬安山亭的 這個位 那已經是半老的位置了 那你想知道自己走得正確呢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如果不是有射關 我們不是說有村巴NR84嗎 其實久不久走一下 就會看到這些什麼 村巴牌的 巴士站牌 那你走得正確這條 正確的 叫做闊一點的路呢 就是我們要去這個馬安山村的 那個NR84總站的位置的了 就馬安山村路了 又有這塊牌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路 走一下 就會看到這些 流水位 我去這裡寫著 像溪水供應 附近的村民又常飲用 不要污染 這條沿路走呢 都是這些 就是叫做 很舒適的 一個環境 你會覺得這裡不像是香港的 我想起好像我之前去台灣行山 有些地方就是這樣的 香港是比較少這些位置去走的 但是我們今天走的這條路 正正是看全部都是這些東西的了 看到前面有些很大自然的朋友仔 在這裡開餐 那就不刺激他就可以了 你看到那些牛身上有塊牌的 就是耳朵的位置 就是魚龍署那邊 他們其實是有監管 有去看的 行山就是看一下這些 除了看一下花花草草 看一下風景 就是看一下這些野生動物 其實挺舒服的 但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來到休息那個停的位置 休息停的位置 它向左邊走大約兩個半小時 就可以叫做站嶺下 然後往這個平原 就是按平的營地那個位置 大約走過去五至十分鐘 走過去之後 再轉回左邊上去 那裡才是我們的目的地 大金鐘 那我們現在要去那個位置 讓我看到一些東西 哇!它吃東西 看到嗎? 我竟然拍到這一幕 咦? 我們看到尖武士走出來曬太陽 尖武士心想 今天天氣這麼好 不出來走走這些山去運動一下 這樣很浪費 突然旁邊看到有一個 咦?這個不是就是阿德仔? 德仔同樣也是出來曬太陽 去看一下這個世界的美好 他發現了尖武士 一個跳前衝過去 把尖武士擔在後裏面 尖武士悶悶地被他吸入了在後裏面 德仔開始開產 享受近尖武士豐富的溶行 尖武士的一生 就是因為他喜歡行山 就出事了 唉!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沒什麼事做 不要隨便行山 那我究竟在做什麼呢? 走了 就是這樣了 我真的很少有這樣去 這麼近去拍一隻 野生的蜥蜴 好過人 真的很過人 這次行山是很特別 好了,我們繼續找這個大金鐘走 物理浩徑第四段M082 我們看到這個方向 其實前面 Thomas後面那個位 現在Thomas前面 那個位就是安平平权 左邊就是走這個大金鐘的位置 我們今天就是要走大金鐘 挑戰那個位置 希望我這種體力 走得到 我今天體力差了 我怎麼做什麼 上去上去,加油加油 我看到已經有人走得上去很開心 那我自己就 今天試一下走這裡 今天也是走一旅 星期一 都很斜的 你們會看到 不過我相信 應該可以的 沿途風景真的很美 好舒服 今天天天有特別好 因為今天雖然曬的 但是因為有風 上到這個位置 我忘了有風 所以不太擔心 你看我現在的螢幕 就好像覺得沒什麼 其實呢 如果我真的走 是很斜的 我想說給大家聽 我拍下去給大家看 我打側給大家看 Thomas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水平平路 都不算平 正常是這樣 對了,現在調整個角度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 Thomas在走幾個斜的路 而我們走的路就是這樣 所以這條路其實是屬於斜的 因為我想給大家 有一種可以自己親身走 就是看我們的頻道 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好像自己都在走山一樣 去享受這個風景 所以想拍給大家看 好,多爽啊 那你們現在應該看到斜度 多多一點就看到了 是直斜下去的 我舉高一點就看到了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帶有什麼 就是這些是什麼 我第一次用的 你放心 如果不適合的話 你們只剩下我 就是這樣了 扣緊了 它就靠這些鐵 咬住石 或者塞的位置 真的實了很多 好,再上另一隻腳 安全 就是這樣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樣就安全了 咬地是這樣的 是很絕的 其實真的不用去大棟山 我看到這裡也有些蠻草 很漂亮 好了,我們上了那些腳爪的問題 抓住地下,沙地 穩陣一點 其實也很斜 不停向上下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風景位就一絕 都要找手幫幫的 一隻 那 扣的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不是實在再給零下去扣 如果不是一扣就鬆了 那就糟了 好 半攀石狀態 走這個大金鐘 上到來就更加漂亮了 還有多久呢 你很快到頂了 我幾多年沒有攀石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有點難度 要經常鍛鍊一下才行 好 休息千萬不要向後躺 向後倒人 不介意自己 真的不是P仔樂園 PK仔樂園 這裡PK就玩完了 要雙手嗎 他是說那位雙手 不然你們看看那邊 我真的要偷偷 記得Like、Share、Comment 要 要 拍這條片有少許多 但我雙手可以的 嘩 嘩 右手叫做扶一下 即是叫挨一下 左手主要是慢 這個有點鬆 不要扶這個 下的時候小心 有些鬆鬆的 你啊 他走了 聽不到我的話 那我唯有 小心點 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樣我一路走呢 看後面的風景 是不是很傻 是不說 不說大家可能知道 其實我是有 以前是畏高的 現在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如果直往去 都有點恐懼 所以呢 盡可能 哎呀 我就不向後望了 上到去 然後 安全的這些位置 先看一看 嘩 好棒啊 好 喝完淡水 個人精神了 見步如飛 哎呀 這裡 慢得就慢 哎呀 還差一點點 你們看得到的 這個位置 我就去到頂了 救命 好累 但是我安全的 有沒有一些好的 這些輔助器 推薦給我們 走這些 沙石和泥 有的話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好我們上去 有人拍照 很開心 女士妹 很棒 好上去 上啊上 加油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拿著機 又錄東西 那些妹妹 就好像不想走前 我看見Thomas 即是終點 整個座氣 就像這樣 走到上來 謝謝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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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著 考慮一下 有人見到我們走 走 不是見到 走 走這個晚 回落 現在考慮著 那大家讓我歇息一下 完之後 再走 你趕著腳 我們再走 走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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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趕著急 趕著腳 回到這個位置 是因為看到前面 有人在玩 這個滑牆 山 終於走到 這個安平的營地 即是平原位 前面那個位置 這裡 哇 看到它是向上飛的 它不是向下 所以其實真的 看到就很想玩 看到它現在是飛到這個位置 這一點 這個大家知不知道叫什麼 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就是探空 以及風的大小 它飄在哪邊 就知道風是否在哪裏 但它現在飛回來 你看到它 你們會看到它真的很努力 它是哪裏起飛 是哪裏降落 它可以完全控制到 這些真的是專業 要去訓練過很多 但是我們這些 很想玩的那些人 其實有時間去訓練 但是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歐洲的地方 去學 那裏學費一來便宜一點 還有 他們真的有很專業的課程 可以讓大家去 慢慢去學習 香港暫時 目前不是很覺得 有一些 即是供應的 一些玩的東西 或者有人跟我們聯絡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讓我們一起試一下 或者幫你們拍一下 好了 我們的影片這次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 以及留言給我們 多點分享給別人 多點人知道我們的影片 還有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subscribe給我們 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收到我們第一時間 影片最新的咨詢 下次再見 拜拜